你可以看一下在云端白板里面的其他补充范例 入门的 这个是同学问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怎么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看一下 他其实就比对一下 他的逻辑非常简单 主要就是比对什么 你把它启用编辑 旁边有个答案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 就是所属单位查询 比如说这个高明明 他是在哪个单位 那你会发现他的单位在这 他高明明对不对 他在居单位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他就这个同学 他试很多方法 用什么Vlogan数 用什么Index 用IndexRex 通通都没办法 所以他问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我查高明明是居单位 然后呢 陈晓明 陈晓明是哪个单位呢 当然你不可能土法链钢 陈晓明在A单位 所以你会发现这旁边要填什么 填A单位 那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 所以第一个你要比对 那比对的范围怎么样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比完之后 你就是把他所在的同一栏里面 回来的东西就是同一栏里面的第一列 OK第一列里面的东西 这可以想想看 反正不见得一定用VBA 但会用VBA 其实可能就是因为 你刚好也用其他函数是做不出来的话 那你当然就是再用VBA来做了 那这一题的话 当然我后来是有用到 所谓的那个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的写法 如果有兴趣同学 等一下下课可以想想看 因为这个也蛮常遇到可能的问题 如果可以做完之后 按个按钮 全部都完成了 或者是说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就所属单位函数 那可能就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范围 然后他就帮你把结果 或者给他一个名称也可以 反正诸如此类的 这一题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在云端上面的什么呢 其他补充范例的入门 后面有个for each 那刚刚的部分的话 我想把这部分先讲完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先让他有下拉清单 而且是可以是 是那个他会自己去抓那个范围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这里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 有一个 bug 还是什么 再继续来看就是 当我按一下按钮 有B1跟B2 那B1做什么 其实到底很简单 两件事 先帮我算数标准体重 第一个 第二个帮我把 前面还有就是四个资料 包含标准体重 帮我填到最下面一列 就是填完之后呢 最好顺便帮我把它清空算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再来的话就是 当然第一个 我们表单假设启动起来好了 启动起来之后的话 我需要做什么 就两件事 第一个先把什么呢 标准体重算出来 填进来 OK 第二件事就是把这五个资料填到我们的最下面一列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在那个这个 button Coming button上点两下 那因为我名称改成B1 所以点它两下之后 你会发现B1 Clicker 它里面这个 假设我把它重写 打开之后你会发现 因为B1 Clicker 会产生一个对应的程序叫Sub 所以它基本上前面也是这个Sub 也是End Sub OK 特别之后 它的结构是固定的 当然如果你这个地方点两下之后 假如没有出现B1 可能还是怎么Coming Button 1 Clicker的话 那表示怎么样 你没有改名称 所以之前有同学很妙 他没改名称 就把我的程式贴上 然后一直请发现 奇怪 老师为什么按下去没反应呢 很简 因为应该懂那个逻辑 它其实就是按照那个名称 去对照到那个程序 所以名称一定要Match 第一个的话 当然我们两件事 所以也许你当然这边可以 第一件事就是 先产生那个 我们的所谓的那个 第一个 就是标准体重 要放哪里呢 其实有的时候 就用逻辑推敲 不用背 就是帮我产生在B1里面 MyE里面的Caption 特别重要是Caption 如果文字的话是Test 是文字 因为Test是可以输入 也可以输出 那这个是只有输出 唯独的 只能读 OK 所以是Caption 特别重要 所以MyE里面的Caption 等于什么呢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 我们就是输入那个标准体重 输入到哪里呢 输入到MyE 所以就直接打一个MyE 点Caption 记得它是一个那个Label 等于什么呢 那因为我要去算标准体重 所以前面已经写好一个叫 标准体重函数 所以这边叫标准体重函数2 OK 所以我把这个标准体重2 这个怎么样呢 放到这后面 钱瓜糊一下 它会跟你要什么 身高 可是身高在哪里呢 你要去推销 使用者会输入到哪里 这里 MyB 然后呢 性别 MyD 所以你有两个东西 怎么样呢 直接输入 MyB.test OK 豆点 它会跟你要第二个资料 豆点 有没有第一个 MyB.test 第二个是性别 那性别的话就是什么 MyD.test 下拉清单也是test OK 好 做完了 那你会发现我有打小血 可是移开之后 它就变大血了 OK 反正所以习惯了 全部都打小血 如果你移开还是小血 那表示你打错了 OK 懂那逻辑吧 对 这也是一种 对 除错 我的习惯了 所以细节反正就是这样子打 那你不用急着要做一直没有改进度啦 反正你就是做对为原则 那答案都在上面 一个连一个嘛 OK 好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执行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如果我今天呢 输入 比如先输入一些资料 身高 体重 性别 就输入按确定的话 当然这个还不用没有填入啦 它会自动产生这个就可以了 你看看 74.1 出来了 对不对 第一步做完了 OK 第二步要做什么呢 把这五个放在这边来 OK 那问题你要怎么做 基本上第一个你要先知道什么 它的最下面应该填到哪一列 对不对 那我怎么知道应该填到哪一列呢 向下追踪 到之后再加一列 OK 那丢给一个变数叫R好了 我们先存在R里面 那将来要输出呢 这个叫mya.test放哪里呢 放在sales 逗点R列 逗点 第二栏 或者B栏也可以 BCDEF 有没有 分别放什么 分别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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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后面放前面 程式就写出来 所以程式怎么这样写 基本上 应该逻辑清楚之后 你就写得出来 所以第二个 我希望撰写的就是 先第一个 先有个R R等于什么呢 等于range 去抓什么呢 抓那个 我们从哪一个储存格追踪呢 也许B2好了 从B2 向下追踪 点那个end 然后 钱瓜弧向下 点Row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是点 抓到它的列 对不对 记得什么 加1 为什么要加1 因为我抓到的是这里 但是我不可能填到这里 把它盖掉不对 所以要它的下面列 OK 第二个要填什么东西呢 把那个sales 我都填到R列里面的 当然你可以2栏 或者是B栏都可以 B栏 好 等于什么呢 等于 姓名 姓名在哪里 my A OK 点test 帮我填进去 那意思是可以推嘛 所以C 12345 对哦 然后就分别怎么样 把这边改一下 改成B 改成 C D E 然后这边改什么 改 C D E F 但是特别注意哦 这边请你改什么 改Caption 因为它是Label 所以是Caption 好 程式写完了 好 应该没有很复杂啦 反正就是一个萝卜的坑而已 执行一下 一样填一下 这个X 然后体重 身高 性别 好 填完了 按个确定 先产生这个 再丢过来 好 OK 确定 过来了 有没有 这个有了 这个 也丢过来了 没有问题 但是 几个其他 小瑕疵吧 其实已经功能有了 不过 你可以再让它更好 就是你要让那个流程 更顺一点点 比如说什么 好像这边字 好像还是太小了 这三个 有没有 可以 所以有的时候 界面反正自己写的 好处是 自己改 自己爱怎么改 就怎么改 所以你可以改得非常流畅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也许就是说呢 我希望能够干脆 按确定之后顺便清除算了 就不要再多一个按钮了 一起吧 或者你清除也有一个功能 那清除的话怎么写 其实也很简单 按下去 清除了 那里面写什么 很简单 这个test等于空字串 这个test等于空字串 就是mya.test等于空字串 一直到my1 但是my1是capture等于空字串 好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这三个字放大一点都变16的话 你可以不用一个一个改 你可以这三个一起选 对吧 然后呢 这边的字型 可以把它一次改成16好了 三个一起改 不用一个慢慢改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按确定的时候顺便清除好了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这边已经有一个B2 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不用重新撰写 你可以用Code 假设我清楚也写好了 但是我希望按确定顺便怎么样 顺便清除的话就是B2Clicker 这个B2Clicker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程序名称 就是当他按确定顺便清除 所以其实这个除了事件 它也是一个程序 这样的话就顺了 还有什么呢 基本上大概就是把这些问题 给解决掉之后 把它执行看看 基本上第一个字有没有变大 有变大 自己自己自己 性别选一下 其实后来还想到 对 最好这边按一个Enter 不用再滑鼠点下去 最好 所以你看 可不可能 可能 最好是按 你看现在按Enter会怎么样 它会跳到确定 但是你变成你要再多按一个按钮 就有同学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按两下 我按一下就好了 按两下就多一个动作 或者你要移到 那怎么做 其实没有问题 后面好像我也有写到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到 你就是要判断什么 判断这个储存格 不是 这个 这个元件 当它被 按一下按键 但是按键的话 你要判断说 它是不是Enter 那Enter在ASCII Code里面 的内码表是13 13 OK 所以如果它是13的话 那你就做什么呢 你就把那个动作呢 转移到B1 Clicker就可以了 OK 所以程式的写法 基本上呢 就是这样 这边点两下 它的预设事件是Change 所以请你把它改成叫Key Down 就是当那个键盘的动作 被按下去的时候 那把Change这个拿掉 当我怎么样的Key Down 那我就是会有个Key Code 告诉我说 到底它按了什么按键 所以你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这个Key Code 假设这个Key Code 等于13的话 等于13 那就是Enter Then Enter两下 Endif 做什么呢 很简单 Call 如果是13怎么样 就帮我转移到B1 Clicker OK 一样的道理 所以基本上你就把这个B1 Clicker 复制一下 那记得喔 那个刮符好像不用复制 我记得好像以前有加跟没加 它自己会把它拿掉 所以没有关系 好 所以呢 Key Code 是13的话 那这边按个中 中段点一下好了 不然有时候跑太快 那这边再启动一下 一样就输入一些东西 Enter一下 Enter一下 然后就选的 你会发现喔 因为我刚刚有选的向下 向下的话呢 ASKey Code是40 40的话 会不会进到里面 不会嘛 因为它不是13 所以跳过了 好 那就 我因为选的向下 向下主要是要去选那个性别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我按Enter 好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射中段点 所以停住了 OK 它是不是13呢 13没错 有没有 所以13它会进来呢 它进来了 Core 跳到B1了 所以怎么样呢 它就做B1的事情 也就是按Enter 就等同是按下确定的按钮 有没有 还蛮好用的 这么简单 OK 而且这个 我找其他书也找不到 最后我自己试了就好了 自己用 理解的啦 其实都 其实里面官方说法的 这个说明其实都足够了 最重要你要怎么样 你要抓到那个药理 它其实每个地方 都是可被理解的 OK 所以你要知道说 这个前因后果就OK 其他的话就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就输出了 所以还蛮顺的 就是你将来 就可以不用离开 不用离开键盘 你就是输入一些东西 Enter Enter 然后就直接 Enter过了 就过来了 但是还是缺一个地方 Enter完最好 Enter之后 有没有 游标要停在什么 停在上面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嘛 就是买 写在这边好了 买A点什么 set focus 你游标要放在上面的话 叫做 set focus OK 那写在哪里 写在B1这边会更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哇 那就应该没问题了 应该没有了 应该就最最 BBB 然后 Enter 有没有 好了 应该够了 再来 其他问题 应该这样已经够OK了 他就几乎一直打 一直打 所以以后的话你设计好 就给人家 人家就一直打 一直打 你写得很好 你找谁写的 没有 这我写的 哇 你写的 这感觉就不一样 其实这样也够用了 说真的 你还要 还有什么 不满足 有啦 再来就判断说 他如果输入的 不是数字 不是数字 不是文字 或者是长度不对的话 你要跳出讯息 或者有一种可能性 按一下突然怎么样 什么事都没做 按确定会怎么样 会挂掉 对 所以怎么样 要防呆 这个是等一下要讲的 如何防止未输入 而按下确定 不造成程式错误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讲的那些程式 应该都在云端上 都有 这个第一段 第二段 这个 这个是keydown 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keydown 可能你要自己 点两下之后去改一下 这个可能要自己手动去改 这个地方 它好像没办法 你贴上可能会出错 关键在这个askeycode 是13的时候 那再来就是focus 我是把focus写在这里 其实写在这里 或者写在这个下面 其实都可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呢 写的位置 主要是那个逻辑顺不顺 如果你逻辑顺的话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刚刚就主要解决 就是如果当它按enter之后 它要能够把enter的这个事件 keydown 抓到13 转换成按钮 就是确定按钮 怎么做 最后的话 好像多一个就是 最后游标再回到 就是那个第一个 那就是会多一个方法 叫set focus 游标放在那上面 这样基本上我想 大体上 那个整个流程 就会蛮顺的 我这样打字 反正以后 你就专门有一个人 专门打这些东西 对 就 他也会觉得 哎 这还蛮好用的 他的手就可以不需要 再离开键盘 再去按滑鼠